在槟城哈尔滨有这样一位68岁的芭蕾奶奶 在临近退休时被查出患上了恶性肿瘤 然而她却积极乐观面对 一面对抗疾病 一面与芭蕾舞结下了不解之缘 还开启了自己更加精彩的后半生 画面当中正在进行舞蹈动作练习的 就是68岁的阮奇东奶奶 舞蹈零基础的她 在退休和癌症同时找上门时 却来了个华丽转身 说起与芭蕾舞的结缘 这还要从她儿时的梦想说起 小时候父亲从国外回来 给我带回来一个画报 这个画报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国外的一个建筑 然后在宫廷里面有一个芭蕾舞演员 跳着足尖的芭蕾舞的一个画面 这个形象营扰在了我 就是脑海里面四十多年 一直就是觉着芭蕾和我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这么一个梦想 这样一个儿时的梦想一直是埋在华奶奶的心底 工作操劳了大半生 眼看着要即将退休享受老年生活的时候 却在一次体检当中被查出患上了恶性肿瘤 在我57岁的时候 突然一次正规的体检 就常规的体检 突然发现我与恶性肿瘤就结了缘 原来你没觉着就是说 离死亡离自己这么近 就觉得一下被判了死刑了 当时也觉得确实像五雷轰顶一样 但是很快我就是震惊起来了 考虑到当时对那个状态和整个疾病的发展程度 我依然就决定手术 手术治疗 手术以后由于断断还有一些残留 所以这样的话我又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做了化疗和放疗 这个化疗和放疗就使我生不如死 遭了很多的罪 头发也掉了 人憔悴的就不成个样子 退休之后的卵奶奶一面和病痛做着斗争 同时她对生命也有了新的感悟 她对记者说 她感觉遭遇病痛之后 她每时每刻都在跟时间抗争 这让她对之后的每一天都更加珍惜 我就想只要我活一天 我就要活得快乐 活得精彩 不给家人添麻烦 也让别人看见我呢 是高兴性的 而不是一种 哎呀我不需要别人同情 但是我呢需要就是说通过我的 就是说正能量的影响呢 让大家都感觉到疾病并不可怕 癌症也不可怕 一边与癌症抗争 一边坚持学习芭蕾舞 鸾奶奶的不懈与坚持 不仅打动了老师 而且还鼓舞着身边的人 鸾奶奶说 三年的基本功训练并没有难倒她 最难的是第四年 她开始想学立足尖了 为此鸾奶奶以66岁的年龄 开始学习立足尖 鸾姐啊就是我接触她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反而是热爱 但是就是感觉她还是非常的那个不规范 基本功很差 对但是这两年吧 我都说她就好像脱胎换骨的变化 那她自己个人也非常努力 而且呢就是一直是非常坚强的 就是在练功啊 用了很多的那个心血 那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2019年1月份的时候 鸾奶奶穿着一席高级定制的芭蕾裙 以68岁的高龄 登上了中央电视台 综艺频道的大舞台 站在央视专门为她搭建的高蝶舞台上 一举生命之恋的芭蕾独舞 让她以122跳的优势挑战成功 大家就是远近都知道 有这么一个芭蕾的阿姨 芭蕾的奶奶 那么她岁数能力较尖 大家都觉得特别新奇 所以我每一次上台 都是特别受到关注 只要一下台粉丝就特别多 只要我一上去立着足尖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特别享受舞台 享受人生 我吃多少苦 我都觉得值了 黄金100秒挑战成功了 我就觉得这一个对我的人生 也是一个里程碑 对我也是 让我对芭蕾更有自信心了 目前鸾奶奶的恶性肿瘤已经痊愈 正是她的坚强乐观的心态 让她在面对疾病的时候 也能从容面对 而芭蕾舞更是让年近古稀的她 化简为蝶 开启了足尖上的魅力人生 鸾奶奶说 生命作为奇迹 实则无常 前半生要拿得起 后半生要放得下